大家好 我是德哥 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 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 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 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 有多深呢 于谦有三大爱好 抽烟喝酒喝烫头 而郭德纲的爱好就是穿蟒 蟒袍就是一种戏服 对唱戏曲的人来说 一件蟒可能就是他的终极梦想 而郭德纲作为一位演员 自然而然的对蟒袍十分热爱 为此他经常暗示自己的儿子 甚至还在社交平台上声称 要儿自养 要蟒自治 这赤裸裸的暗示 也只有他能做出来了 而网友也在询问下纷纷喊话 你爹催你买蟒袍了 虽然父亲花费心思暗示 但郭麒麟总是视而不见 甚至他越想要越不送 而他的徒弟为了讨到师父的欢心 很多弟子更是争先恐后的 为师父送蟒 烧饼也甚至郭德纲的愿望 当他参加综艺节目时就表示 在我师父过生日之前 咱给我买蟒的钱 大家给饼哥打绑 给我师父买蟒 而烧饼也是说到做到 大红色的蟒袍看上去非常华丽 而他的徒弟岳云鹏 却给师父买了好几件蟒了 郭德纲夸越云鹏比亲儿子还要好 蟒袍一送就是好几件 郭德纲曾经是一个京剧爱好者 现在则是正二八经的京剧演员 在京剧界也有师辰关系 在以往的采访当中 郭德纲经常夸奖自己的徒弟越云鹏 不管是孝顺还是买蟒这件事的 都要好好的炫耀一番 众所周知 蟒袍的价格都是不菲的 几十万到几百万的都有 越云鹏能出手这么大方 显然师父在他心里还是很有地位的 其实越云鹏不仅自己买蟒 他还和雷佳音凑钱买蟒 越云鹏 郭敬飞 雷佳音他们几个人 好像凑钱 给我买了相近一百件 就收到二手了 那个民国的老子 那个旧衣裳 给我拉架来了 给我乐坏了 发财了 还是得收徒弟 你说呢 看来还得收徒弟 不然就没蟒穿了 而作为郭德纲的爱徒 郭敬飞亲自给师父买了蟒 而在此之前 他还专门学十字绣 给师父绣一件 这个买不起蟒 我们自己在家绣 组 多等看我师父 这蟒 一出来就是花开富贵 也就是我们这帮老爷们基地给师父绣的 除此之外 每当有人问郭德纲 愿不愿意拿张云雷换蟒时 他总这样说 有人问我说 拿蟒换张云雷换不换 哎呦喂 换吗 换哪 把我喝出去 当然得换哪 换谁都换 换谁都换 你只要记着家在哪 换出去你再回来就行了 德连弟子有多孝顺 徒弟送的蟒 能挂满整个地下室 懂郭德纲的人都知道 蟒对他来说 是非常钟爱的一件东西 在坑王驾到的时候 他也说过 想要定制一件蟒 不仅要提前预约 还要等上个一年半载 在综艺节目中 当郭德纲问谁送蟒的时候 在场的徒弟 都争先恐后地举起手 大方表示 自己都是送蟒人 看到这一幕 师父开心地笑了 并暗示着说 除了生日 每天都可以送蟒的 当孟克堂 在和周九良表演节目时 想让小先生 替他问师父要见蟒 没想到 他张口就说 呦 你有点为难我了 怎么了 为难我了 你要说要郭芬羊 没准行 要蟒 那你吃心忘想 宁舍亲儿 不舍蟒 别说是张云雷能换蟒了 连小儿子 他都舍得换 看来师父对蟒的执念 实在是太深了 要说 以郭德纲现在的地位和身家 缺这一下蟒吗 那肯定是不缺的 那既然不缺 为什么郭德纲会三番五次的要蟒 还非要逮儿子要呢 其实啊 明白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无非就是要用 这种委婉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 对儿子的思念罢了 有了儿子送的蟒 穿在身上 那便是对儿子的想念 德哥也相信 郭麒麟会在特殊的日子里 准备好自己的那份礼物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